中央内视台体育频道 朝鲜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 门将是一号洪明慧 后方线上四名队员 六号金恩湘 十五号金南基 十六号金恩和和 十九号尹城美 中检场方面 二号村元朱 八号金云朱 九号郑玉立 十一号李宜京 十二号金云美 和十号罗恩新 中国队呢 今天的首发没有发生变化 应该跟上一场比赛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门将的位置上 十二号王菲 其他的先发队员 二号汪玲 令四号李家月 五号吴海燕 六号增营 十一号普韦 十九号周飞飞 二十一号王丽丝 二十三号任贵心 二十五号张瑞和 十六号王晨 超级队队的角球的机会 这个球比较危险 开赛啊 一分二十八秒 中国队在防守脚球的时候 就是出现了一个防守当中的失误 其实中国女族从地上比赛 我们已经一直在谈到 就是中国女族在防守脚球定位球的时候 更多的还是一种 我们看是区域这种战备 所以这种情况下 有些时候在几个落点的一些控制上 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 如果一旦后点不能有球员 及时的这种补防盯防的话 可能会有给对手一些控装 因为朝鲜队呢 在比赛当中 他们的这种作战的意志品质 应该说也是相当的顽强 而且在赛场上非常善于 把握这个主定权 所以这种防脚球定位球 就是这种区域防守的时候 那在个别位置上 尤其是对方重点球员 你看这种球 我们都是在小禁区附近 而在后点出现了一个漏人 这个时候等这个周 周回飞再挡过来去拼防的时候 其实时间已经是来不及了 看看中国队的脚球机会 群点还有 机会不错 朝鲜队今天刚才看了一下 在场上的阵容上 跟赛前给我们的首发名单 还是有变化的 17号 李银香 并没有出现在赛前 给我们的首发名单当中 加油 加油 这个球也是顶了一个 顶了一个抛物线 门将王飞 这个球也是 在后退的过程当中 还是没有跳起来吧 先水球呢 希望也不要打乱 我们的这种战术部署 今天的中场 跟朝鲜队的拼抢 将会是重中之重 朝鲜队 从前场比赛来看 他的这种速度 尤其他的这种体能 是他的一个主要特点 进攻打法方面 还是主要依靠 这个10号 罗恩欣 这面圈的拿球能力 还是比较强 所以今天对中国的来说 在这种体能方面 跟对手要比这种 体能比这种意志 另外在这种 激战人方面 还是要打出 自己的这种特点 因为朝鲜的 对这场比赛 也是重视在于 目前他们的 在击分榜上的 排名的情况 还是比较理想的 而跟中国对这场比赛 由于是率先进行 他无法预测到 下一场比赛最终的 一个结果 所以朝鲜队 肯定是要全力去争胜 其实对中国的来说 机会是一样的 还是要打好自己的比赛 如果击败对手的话 那剩下的话 就由这个日本跟韩国 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才能最终的决定 但是作为球队来说 或者是一支球队成长来说 不要把名次看得过于 过于看重 而更主要的 还是通过这样的比赛 找到我们的不足 看到我们的这种 这种优势 然后刚才跟这个 郝伟聊天的时候 郝伟也是谈到 现在中国女足的这种状况 其实还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首先踢球的女孩子非常少 而且这些女孩子的这种 条件啊 待遇也不是很高 所以这些女孩子很多情况下 在二十五六岁 甚至二十三四岁 正当哪之年的时候 可能很多学生都萌生 这种退役的想法 所以重塑这个女足的形象 空枪玫瑰这种形象 我觉得还需要 很多层面的不同的这种关心 和这种帮助吧 中国女足才能重新 像当年那只空枪玫瑰一样 在朝鲜队 在比赛当中的 看来赛前 尤其我跟徐阳连线的时候 特意要换一个角度 肯定还是有用意的 包括首发名单上的 这个一个小小的变化 对 他从这一点来看 朝鲜队女足对这场比赛 非常的重视 其实只是赛前的 我们在这一个连线 然后呢 身后只是球员的热身 虽然正常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还是为了这个 不让有这种镜头 拍到他们队员 这种赛选热身 可见朝鲜队对这场比赛 有多重视 这就是中国队 在中卫防守上 出现了一个漏洞 朝鲜队在反击的时候 速度非常快 推到进圈湖顶 12号金玉美 这名球员 上一场比赛 同一本队 他有了非常出色的发挥 身材很高 而且他是前腰前方 两个位置都可以打 体能速度 这是朝鲜女足的一个优势 另外他们的拼劲 意志品质 我觉得在这方面 中国队不仅仅要在体能方面 意志品质方面 跟对手较量 共许多了 我觉得还是在技战方面 争取有些变化 那么开赛 六七分钟的时间 看了一下朝鲜队 今天的首发 应该是在原先的首发当中 16号金河是没有上场 换上的是17号李银香 这次发售不错 王岑也已经快速的包售到位了 那朝鲜队的防线是非常的稳固的 王丽丝 我们在边路大配合 中路传到中路 今天呢 赛前呢 因为中国队每一场比赛 在看台上 荷兰的这个技术顾问 包括他的这个团队 都在关注着中国女多的表现 实际上中国女多在 哎呦 现在看这个防守 这个球不能把这个位置暴露出来 对手一旦换成这个身材更高 或者更壮的这种球员的话 那可能一下子就会抢到这种有力的位置 所以这种球的话 所以后卫最保险的一方面 要不是要踢出 要没有投球尽快回传给门家 好了 那这个荷兰 荷兰籍的这个技术顾问呢 也是专门介绍 今天中国女多的主要打法 也通过中路向上推进之后 把两个边路的这个分球 将成为中国女多 今天进攻当中的重中之重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从现在场上的一个战位来讲 赛前 朝鲜对前面的两场比赛 中场能力非常突出 尤其在这后腰的配备 再加上四四二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战位的零行后腰 关键是中国女多 怎么去限制她中场的拿球 这个球肯定是冒着吃牌的危险啊 在阻挡着十号 罗文新的带球突破 李家月 这个球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两个后卫 还是没有形成统一 增营跟李家月 李家月是先是压出来 但是增营拖在后面 这样的话 其实距离可能就是一米 但是对手就是抓住 你这样的后方线 不统一的这种情况 所以后方线在造越位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的呼应 古德万呢 也是给李家月 抽出了一张黄牌 并且朝鲜队赢得了一个 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 周飞飞 好像那个嘴里边已经流血了 所以裁判要求她下场 接受一下治疗 尤其朝鲜和日本上一场那个比赛 朝鲜队大概在 七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 都占有压倒性的那种优势 是压着日本队在打 所以这些球队的实力 还是相当的突出 穿越队 19号尹城美 落点不错 哦 危险 王菲这一下封得漂亮 王磊队 王磊队 朝鲜队拼得非常顺劲 我们也很轻易听到话筒音 听到郝伟在场下这种大声的叫队员 一定要快 传接球要快 因为对手的这种速度还是有一定优势 在他这种体能 所以你更需要用那种传球 用那种不停的那种传球 快速的传球 来使对方的那种防线 跟着你的球移动 然后同时寻找他的这种机会 他中场那种零行战备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漏洞 尤其是在后卫身前 这个位置上 我认为中国队可以在这个区域 做一些文章 看中国女同的姑娘们 这是一次不错的机会 罚的落点比较深 直接落到了对方文章 洪明慧的控制范围之内 而赛前呢 到场地上去感受的时候 觉得在三轮的比赛当中 蚕食奥林匹克球场的 这个草皮质量 应该是最差的一个 我们中场拼得非常漂亮 周飞飞处理伤情回来之后呢 参与到了球队的 这个此为响当中 林承美这小球传得不错 王领略把球顶出了底线 中文队又要面临朝鲜队 角球的进攻了 在之前的一次角球换手当中 我们防的并不是很好 我看中文队这个防守啊 我们还是应该区域和丁人 相结合啊 要结合一下 发了前脸 又是一个角球 朝鲜的这个角球啊 在主阀的时候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女足的话 如果区域的话 一旦对手用冲击力很强 或者是震态很高的话 有时候提醒站在那个区域的话 对方就抢上来 去跟你拼这一下的话 那可能这种优势的话 对进攻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有利一些 而这个区域 就在关键区域 你可以有几个位置做出选择 做这个区域的防守 但是对对方的重点球员 我觉得可能结合一下丁人 会更好一些 好球啊 这次传中非常不错啊 机会很好 汪玲玲和周薇薇这一次啊 确实是打起来比较 比较稳当啊 在进攻的时候 传球成功率比较高的一次 这球大踏步的前进 汤的力量稍微有点太足了 任贵心 任贵心来的时候呢 也是身上带着一点伤病 陶伟对他的使用呢 也是保守的使用 朝铁队打得很简单 他向前的传球非常多 他这个罗恩心 还有这个十二号 有速度 金居美 有速度有升高 所以这种情况下朝铁队打的进攻 比较直接 但是这种直接 或者是这种直传球啊 打中国队的这种身后啊 还是挺有威胁 所以我们的防守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个 注意相互的这种保护 陈贵心 还是倒到汪林了这边 好球啊 我们需要在对方的后腰啊 防守的时候和后卫身前这个地方 要有队员去进行更多的穿插 其实球到现在这个阶段 中国女主打的还是相当不错 尤其进攻上 我觉得 场面教练在布置之后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传球的速度也更快 丢球太早 显然肯定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 但是总体来讲提到现在啊 快要到20分钟的这一段时间 女主的姑娘们还是慢慢慢慢的把这种平衡性找到了 你看打这个 昂谷队的时候 我们也是开场 都进球了 然后对方扳平 最后时刻 中国队反超 今天这个比赛 我觉得对女主的姑娘们来说 更是一个要严峻的考验 因为对手的这种 无论是实力 还是这种 个人能力 都应该说是在中国队之上 一个球队 场面队主帅金光明 而且我们又是开场先失去 这个对今天的姑娘 这个场上的姑娘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 不仅是一个考验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刚才跟郝伟 郝伟也谈到 这个女孩子跟男孩子还是不一样 尤其是踢球的 男孩子可能有些时候 他犯一些错误 教练可能批评的比较严厉 比较直白 比较直白的话 这个男孩子可能心里边还能接受 但是女孩子就不能这样 你还要更多的去鼓励 好球啊 打得不错啊 这一球 张瑞 12号金云美和10号 罗恩欣两个人 今天顶在球队的箭头位置上 实际上朝鲜队打的 就是一个单后腰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我们在中场 要是能够迅速的把球控下来 跟他这种单后腰形成对抗 我们在中场拼下来 今天机会是非常大 好球啊 打得很耐心啊 这球球传的相当漂亮 这球分的也好 也很好 普北 王里斯 传起来 吴海燕 外围 后点 这个球传球的位置稍稍 向小进区外面一点可能会更 但这次配合 应该说线路很清晰 左路通过中路路路转移 普尾的这种分球 这是中国女哥的特点 脚下技术 还有配合 我们还是比较熟练 就是你不能跟对手去硬碰硬 如果是拼这种速度 拼这种体能 可能我们优势不是特别明显 没错 但是你要拼这种脚下技术 其实跟朝鲜队我们并不差 因为朝鲜队是这次四支女组里面 应该说踢法最硬朗的一支队伍 她很硬朗 我们其实并不是不能拼不能硬朗 但是我们要聪明的去化解 对方的这种硬朗 你再硬朗的话 可能跟朝鲜队相比较 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这种体能上 这种速度上 跟对手去直接去较量的话 这个并不聪明 但是我们的特点 这种传接球 队员之间这种配合 刚才这几次传球 我觉得还是让我们感到 看起来很舒服 上半时的比赛 她已经踢过了20分钟 目前场上的比分1比0 中国女足在开赛 仅仅一分钟出头的情况之下 防守一个小小的走丝 让朝鲜队抓住了机会 在这两天的比赛当中呢 残世奥林匹克球场的 这个安保也在不断的升级当中 因为尤其是最后两个比赛日 恰逢周末 满场的比赛 又都有韩国女足和韩国男足的比赛 周飞飞这叫做给的不错啊 任贵欣 稍回给周飞飞 周飞飞今天也是带张一直在坚持的比赛 虽然场下简单去处理了一下 但是这个血啊 一直在流 其实肯定也是在这个昨天的训练当中 中国男足那场拼的精神 也激励了女足的这些姑娘们 找好周飞飞跟曾成两个人 还专门照了一张合影 这个阶段女足 还是能在中场马修传递下来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任贵欣这一角没有处理好啊 今天还是有点意思 这赛场直升飞机来回来去 带来的声响非常巨大 因为昨天男足女足嘛 都是在一个基地的训练 在波州这个训练基地 而且在我印象当中 男足女足一起合影 好像几乎没有 所以看到这个两支球队 我们国座号球队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一下 罗温馨 这就是朝影队的特点 他单后由一脚传出来之后 前面配上两个前锋 五个队员的前面的快攻 速度非常快 中国队今天必须得想办法 解决到对方的第一传球点 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的失球 就是在这一侧的小球 我也清晰地听到 女足姑娘们在赛场上 所喊叫的这些话语 虽然有一个丢球 但并没有影响我们的信心 彼此在加油 这台赛场上能够开口去说话 能够更多的交流 是非常重要的 脚球开到门前 王飞这点也悬啊 你看看朝鲜队的脚球 真的是每一次 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王飞这个球是几乎没碰到 在后点包装的证据力 差一点点捞到这个机会 如果要是顶上的话 中国队又是空门了 所以要尽量 不要再给朝鲜队 更多的脚球的机会 罗恩欣 这是一名个人能力 非常突出的队员 二号崔云珠 郑玉丽的一个大脚的转移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到目前为止 朝鲜队八号金云珠 也在频繁的更换着自己的位置 前面的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面 金云珠更多的是在右边路 在活动 打的是右边前位的这个位置 现在他又去到了左边 二号崔云珠 九号郑玉丽 也是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比赛之后 朝鲜队现在这个倒球 倒得越来越顺畅 赵卫菲这球处理来人很巧的 最凶猛的一点 朝鲜队就在于他前场的这种进攻 他的压迫性 尤其在丢球之后 对中国队靠近禁区三十米这个区域的围抢 所以把这一点如果说能给对方破解掉的话 那可能我们在进攻当中 尤其中前场的进攻 可能也会更加流上 其实刚才那个阶段 中国队表现的还是不错 但是现在也确实要注意 不要在这个我们禁区附近 这个区域犯规 或者是给对手太多的脚球定位球机会 这个球不应该啊 两个人有点出现不默契了 创业队差一点啊 金云美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要把自己的左边路用好啊 刚才后旁线 中国卫跟门将 其实在开场的时候 已经有过这样一次险情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 这是增营啊 一定要果断 要么你把球一脚踢出去 不要两个人忧郁 千万不能犹豫 今天一定要做好打硬仗 打苦仗的这种准备 因为前面的两场比赛 看到朝鲜队的发挥 他真是能够拼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所以我们也要把这场比赛 真真正正的合理的分配体能 这是一场需要90分钟 甚至更长时间的较量 超远队两个边路 往后的中场回来的经营队员 有着更多的跑动 所以他的出球线路选择 要比我们多 十一号李京 十一号李京 十一号引成美 中文队现在在一点的防守人员确实比较多 当超级队在边路进攻的时候 我们扎堆的去防守 比较大的危险就在于 一旦那个球要是转出来的话 往右路去转移 中队的防守相对比较薄弱 目前全部的人员都已经退回到了 进区附近来防守 十一号李京 中队的主战好美 又是在进区附近丢球 你看场上队员也其实在喊 顶上去顶上去 边后卫金银枪 套边 把球传出来 质量还挺高 王晨 郑举先把球能拿住 要跑起来 把球传起来 这种球还是太着急了 要等一等 通伴 不得不说 在这三十分钟的战场当中 直观的体现出来 朝鲜队的实力确实在我们之上 朝鲜女足 今天的战位是这样的 两个中后卫 应该是17号李银香 15号金南基 右边后卫是6号金香 左边后卫19号尹城美 单后腰是9号郑玉丽 前卫线上三名队员 从左到右 11号李银 2号村珠和8号金云珠 两个前锋是12号罗恩欣和12号金云美 当然朝鲜队在前卫线这三名队员的 跑动和换位上是非常频繁的 我们的失误确实稍微多了一下 这种球的话 如果说对边路同伴的位置不了解的话 可以把球选择回传给自己的同伴 因为在后方线有人在接应这个张路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球 尽量还是要在地面下来运行 而不要把球这个踢起来 那这样的话同伴拿起来也是非常困难 现在其实我们如果向前去输送的话 遇到困难比较大 先来看看这次进攻的配合 把球推到右路 王海燕 球落得不错 如果我们在进攻当中受阻比较严重 像徐昂说的 其实可以把球稍微在后面倒一倒 这也缓解我们的节奏 因为现在感觉有点被朝鲜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的失误才变得越来越多 但是感觉呢 春空队在进攻上还是有一定的想法 就是你看经常还是把球交到这个前锋 或者是前腰脚下 然后由他们来这个过渡 再回敲 然后再打到边路 我觉得今天这个这一点上是比前场比较有更更有进步的一点 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耐心 虽然有一些失误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这种方向 走的这个路子还是非常正确的 对方犯规了 朝鲜队虽然抢得很凶 但实际上在上半时他们的犯规很少 一方面是身体上的这种优势 再加上就是团队协同作战的这种优势 对方的速度快拼得凶 所以要求我们的出球也要快 接应也要快 因为原来在 比如中国女足这些坑枪玫瑰 原来咱们连续拿亚军能够闯入决赛的时候 我们也并不是赛场所有球队里面身体最好 但是我们的技术 没错 不能说是最好 但是应该是排在前几名的 所以在赛场上最重要的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 李嘉远 谁这个球处理的就可以了 因为单比拼个人能力的话 跟对面的10号卢文心肯定是差一个档次 上一场比赛 卢文心这一点上 你看日本世界杯独冠的这样的一条阵容 严青水子熊谷沙西他们防卢文心 其实也非常费劲 都需要两个中卫往一起靠 去进行加防 才能够限制这名队员 所以今天我们就尽量别让他这一点拿到球 因为拿到球才是最大的威胁 日本跟朝鲜那场比赛呢 两支球员打到最后是0比0 但是两支球员都有点遗憾 日本是场面上有些优势 但是朝鲜队的这个机会 比赛更多 我们现在走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 需要去拼身体一打一的怪圈 我们要靠更多的传递 这也是赛前可能郝伟有更多要求的 郝伟希望国内部的赛场能够把球传起来 而规避开这种身体的劣势 现在呢 因为这个踢球的女孩子越来越少 所以可供俱乐部或者是这个省市球的选择的面也很少 那供郝伟挑选的球员也不是特别多 跟以前的这种铿枪玫瑰时期 那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现在的女足跟以前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当时我们的这种球员 像这个封线上韦海英啊 像这个孙庆梅啊 有速度 还有突破那中场的刘爱玲 这个孙文 后方线 范韵杰 这些是王丽萍 我觉得就是整整体上这批圈都是特点非常鲜明 就那样的一支女孩子组成的球队 他打法会让大家感觉 每个位置上像前锋我们有速度 中场我们有技术 组合在一起非常的合理 现在真的你得有广泛的这种基础之后 你选材的面大了以后 才能百花齐鸣 不同风格类型的队员 哎呦 外面突然打了一招远射 我们曾经在这一点上吃过亏 在这一次的比赛上 所以还是加小心 面对韩国的时候 金龙来大概也就是这位置 直接打了一脚 攻破了中国队的球门 上半时的比赛还有10分钟的时间 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比0 朝鲜队赛时领先 到目前为止 射门次数呢 朝鲜队是三次 但收获了一个进球 看看这次角球的落点 你看这种角球的话 我们是站住位置 但是如果你不能去主动的去 去迎球去顶的话 或者是主动的去 在位置当中去寻求这个点的话 那可能对方 你看他冲击过来 冲击起来 从后点跑到这个位置上 一起跳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 后方线的球员就会吃亏 所以这种情况 区域可以 但是你在区域上的这种 队员的能力能不能达到 区域跟盯人怎么样 更好的结合 这一点可能还是 对中国民主来说 也是一个可疑 没错 周飞飞把球领出来 我们需要看到人 没有太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把球传回来 可以耐心的去组织 伍海燕 张瑞 张瑞脚下技术还是有的 是一个能拿住球 很聪明 护卫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护卫也很着急 希望女生姑娘们 传球的速度能够加快 打了一个身后 任贵心 扣一下 这个球 并没有出底线 是中国队前场的界外球 今天小生上来给大家介绍 好机会 这是开场以来 中国队最好的一次机会 前列的包抄 位置到 但是张瑞运气差了一些 但是这个阶段 你看我们刚才一直也谈到 中国女生打得很耐心 都是通过一种配合 层层推进到对方的复辟 另外说一个 这个题外话 就是张瑞顶完了头球起来 为什么衣服会变绿 今天赛场上 草坪的质量并不是很理想 以往铺的这个沙子 今天铺的是一种 粗颗粒的这种绿沙子 上面是带颜色 那么汗水一进尸 这个比赛服 马上 绿色就印在了 我们白色的衣服上 上面是这比赛的 朝鲜队换人了 上场的 朝鲜队二十号 崔美晶 那现在 前锋位置 对 看从上场 跑这几步来看 估计速度比较快 他换一下 十二军美的话 说明 好球啊 这个虽然没有赏过来 看看张瑞 其实有这种机会 可以打一打 但是中国队现在 上半场通过 任务表现 士气慢慢一点点上来了 而且这种士气 是通过我们这种 不停的传递 渗透对方禁区里边 逐渐给对方这种压力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女足 感觉还是 还是不大一样 但是现在慢慢 我们的攻势 已经开始起来了 而且也能创造 不错的机会 其实我们的心里 总是 还是有那份 有那份期望 就是对以前 女足的老女足 那份期望 希望现在的这些姑娘们 也能像 以前的那只 坑枪玫瑰一样 留给我们 那样美好的种回忆 但是现在现实情况 还是不大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中国女足的这些姑娘们 能在场上 给我们带来这种惊喜 但我们对他们的支持 是一如既往的 换上来 崔美京 估计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速度非常快 没错 让朝鲜队在进攻上 又多了一种 额外的选择 可以打中国队的身后 让崔美京去冲 但我们中后队 在防守的时候 一是要果断 二是该顶上的时候 必须得顶上 忘灵灵 好球啊 好球啊 这球穿得不错 任贵新 不着急 这球可以往回 坐一坐 好球啊 这次在 拼抢的过程当中 对对方的 李毅京 主打慢认为 犯规了 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 大家都是奔着球去 但是吴海燕呢 是垫在对方的 这个小腿下面 但是这种球的话 该上就要上 不能退 不能退啊 这种精神面貌 说今天比赛的精神面貌 可能有的球迷总是认为 你们总谈精神面貌 但是一直球队 你需要有这样的拼劲 另外通过这个进行镜头 大家就能看到 赛场之内的蜻蜓 非常非常多 所以通过女足 这三场表现来看 真的是 达到目前为止 虽然现在比分0米落后 但是朝鲜队 以他的实力来看 还是相当强的 对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女足 今天的表现 今天上半场表现 是我看到女足 表现最好的上半场 你看到这支球队 他是有思想 他是想 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目标 他想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高度 虽然可能暂时 这种情况 我们达不到 但是如果有一天 中国女足 能从回顶峰的话 那我想 在场的每一个 蜂鸟 或者场下的一些 这些功能 都是为中国 女足这种事业 做出他应有的这种贡献 都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 才是从来没有 那让他们尊敬 senhor 对 让他们尊敬 没有 的 对 有 上半时间 郝伟也是 对着自己的队员们 其实在微笑 这也是一种 非常好的情绪 在向赛场上的姑娘们在传着 很遗憾 对 但是这种球的话 你看就是 我们已经是把球传到对方基因之内 而且我们的前插球员也到位了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脚下技术 如果这个球张瑞挺好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关键现在丢球不怕 丢球之后 这一瞬间我们怎么办 刚才这个球啊 后方向赵月威又险些出现失误 汪玲露拖在了后面 赵月威的时候 一定要统一 两个中处位要喊着两个边后卫 往前走 目前连续的几角球倒得都不错 想要起高球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 往前 由于李颖是受伤了 达不到比赛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 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前锋 要有人上来限制一下速度啊 现在隐城美这一点 原来跑了这个将近三十米的距离 没有人上来对他进行干扰 能从王晨的这个表情上感觉的出来 王晨还是希望我们的进攻 能够更快速的向前压 一旦向后传球的时候 还是有点情绪 但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王丽丝 先拿球啊 上半时的比赛呢 要捕食三分钟的时间 王丽丽这一下过得漂亮啊 紧接连续传达 起过来了 哎呦我们要跑起来 要接应啊 在中路确实很遗憾 那不得不说 王丽丽刚才这一次的突破啊 是到目前为止最最漂亮的表现 中队马上也要准备换人了 由于 周飞飞的这个 后腔这个受伤的这个原因 提前也是把周飞飞换了下来 换下了八号油家 油家的赛前应该也是接受了我们的财富 今天的这场比赛 这是郝伟一个被动的这个人员的选择 这个球抢得很漂亮 看看抢断之后的反击 王丽丝 个人突破 要有人接药 朝鲜队八名队员参与到球队的防守当中 只留两个前锋在前面 油家和周飞飞是一个队位的换人 但不得不说这一段时间中国女生的攻击力表现的相当出色 朝鲜队的教练还是很着急 另外我们可以从这个体育场的全球也看到 这个球场确实岁数比较大了 很有历史的沧桑感 大概都有十二三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办过这样的比赛 好球啊扑韦 过得漂亮 现在我们可以向另外一侧 有更多的转移 哪怕一脚过不去两脚 这个防守就是成功了 逼迫对方第一时间没有把反击打出来 这脚球传得真好 赠英这个球的补位还是很及时的 所以就是你对方那种直传球 不怕对方打身后 但是中位跟编号位彼此有一个相互的协防 有一个保护的话 让这种球即使过了一个中位的顶 但是另外一个中位能及时补过来的话 这种球完全是可以弥补的 这两个中后位的选位是非常重要 上半时的比赛不是三分钟的时间 现在实际上已经到了 这一点很危险 朝鲜队还是很聪明的 他一直在打我们中后位身后 他很坚决 他拿球之后你看就很简单 直接打身后 主打伴吹响了上半时比赛 结束的时候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撑伴来自越南 下半时的比赛将由中国队来开球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两支球队都进行了位置上的人员的更换 中国队的周飞飞 在边路的进攻当中 跟对方有身体上的碰撞 口腔是出血 受伤被换下了球场 换上了游家 主打伴吹响了两支球队下半时比赛开始的哨音 中央内视台体育频道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位于韩国首尔的蚕石奥林匹克球场 为您带来2013年东亚杯女足最后一轮 中国队与朝鲜队的较量 上半时的比赛身穿红色队服的朝鲜队1比0 暂时领先中国队 中国队中场的一个断球 我们是在临门的一脚的传递上 在最后的射门的这一下上确实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机会 黄连练和王晨在边路 那边边踩已经举其失忆这个球越位了 王晨的表现非常积极 他今天是顶在了中国的进攻箭头的位置上 第一场比赛 打日本那场比赛 王晨是打的后腰 那上半场比赛 整体上中国队的表现 虽然0比1落后 但是整个进攻啊 到这个这个传接球方面 我觉得是三场比赛以来表现的最好的 这种45分钟 对朝铁队中场的这种限制啊 下面是必须要进一步的稳固 而且甚至是加强 朝铁队的单后腰 9号郑玉丽 右边后卫 6号金心香 15号金兰鸡 小心朝铁队这样的进攻啊 穿插能力非常强 那边落8号金云珠 离了传桌 后点漏掉了 及时的补上来 发现了这次险前啊 超远队连续的在中国队的禁区附近 创造出好机会 20号崔美京 这是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被换上场的一名前 顶掉了12号金云美 吴海燕刚才的解围非常及时 正好赶在里 已经上门之前把球化解掉 刘嘉 中共队还是通过这种脚下的传递 才能曾推进 我们就是在最后进攻线上 需要传到前端队员脚下的这一下 失误比较多 应该是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裁判组吧 确实身体啊非常强弱 这个特写镜头给过来 一个感觉到 穿越着很多的队员 要更强壮一些 李竞 小角度的射门 然后可以把球 最终控制住 虽然有一个小小的拖手 小角度的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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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很积极又把球抢回来 但游家是有身体的 在对方当中 超级队又是要求换人 14号金周篮 换下了2号村珠 这是在中场位置上的一个调整 今天超级队的主教练 孟明还是对超级队整体的表现 不是很满意 上半场也是做出一个人的调整 他现在中场打得比较简单 经常是后防线拿成球 之间拿成球的身后 最终于在防守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种防守的层次 跟这个珊瑚珍的表现 进攻当中还是要坚持 我们上半场这种好的打法 对手这个球 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灯榻 中场队争取这一段时间 把场上的情况稳住之后 慢慢的去给超级队施加压力 这段时间双方的节奏啊 都是比较乱 楼家慧 换下了二手 张瑞 朝伟今天也非常有意思 对面只要一调整 我们马上也有针对性的这种步行 下半场朝鲜丁明显是加强了 这个中场的逼抢 所以中国队要求 我们这些姑娘们 小夏动作要更快 出球也要快 接应点也要再多一些 好球啊 普韦 好像普韦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 把球转移出来 王磊斯 可以需求突破 穿越队防守一直在退 这球想打一巧的 轻轻的搓了一下 三场比赛 对内的老大姐普韦 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这个球其实 因为这个镜头 我们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晰 吴海燕的立足腿 在护这个球的时候 中后位 朝鲜丁的17号李银香 看啊 明显的有一个 小小的小小的动作 按理说这个球边踩 应该是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一方面这个球是 朝鲜丁有犯规的嫌疑 另外一点 这个球本身是碰到 朝鲜丁的腿 只是出界的话 应该是一个脚球 朝鲜丁之所以 他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人员上的更换 也在于主帅金光明 因为崔云珠打的是 这个前卫居中的这个位置 从阵型上来看 可能对他中路的调度 和对今天比赛当中的帮助 感觉不是很满意 在这个位置上 必须要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这个球啊 门将王飞尘球 是被对方断掉 王飞卡位置把这个球抱到 犯规了这个球啊 长远队分边 这段时间长远队的速度 提得很快 确实啊 在这个金昭兰上来之后 这一段时间 金昭兰的作用 外围打了一刀远射 金昭兰的作用 的确要比之前的 自己的队友崔云珠 表现得要好 上来以后体能也充沛 也不断地冲击中部队的防线 另外这个阶段呢 潮影队 他这个节奏 是明显的加快 但是中国队 我觉得进攻当中 还是要有一个 不要跟对手节奏走 还是要能自己的这种 弹术 或者自己的这种 固有的这种节奏去打 因为对方心带 逼得很凶 抢得也很凶 球你看在地面上 其实我们是我们是有机会的 脚后跟扣球没过去没关系啊 穿回来重新再耐心的组织 我们这边后卫也已经套边上来了 老将扑尾 加快全球的速度 好球啊 王晨这一边 没有阅位 二球 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寻求一个合理性的 明显感觉到女足 咱们的姑娘们啊 有点害怕去进行身体上的接触 比如说你该秃了 刚才也说像王丽丝这一边 可以过她 但是现在 稍微的有身体接触之后 我们处于下风 但是好久好在 就是今天我感觉 中国女足这些姑娘们 这种配合意识 是比前击场要明显的加强 尤其中前场敢于传球 敢于给这种脚下球 通过这种传递 来渗透到对方进去之内 现在就是像小说刚才谈到点 一个是最后这一下 能不能拼得出去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你看刚才两个边路 其实我们也能传出球来 但是现在 我们没有一个正硬的中锋 这个时候李颖的作用 其实就凸显出来了 的确需要一个李颖家的队员 对 对方现在打的就很简单 就是说没有直传 朝鲜队是有一股猛劲 他前场强的也凶 但实际上 他的这个线路的选择 进攻的办法 也并不是非常多 他强的很凶 但是中国女足完全可以通过 我们的这种传球 化解对方这种凶狠的逼强 这种球的话 你如果说是对方一抢的凶 我们一个大脚踢出来的话 那这种球可能是很保险 但是把空中拳交给了对手 如果我说我们能把这个球 主动的传到自己同伴的脚下 然后再去接应 再寻求这种配合的话 这种推进的话 这才是中国女足队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场比赛的打到目前为止 中国女足在这点上做的 应该说是非常好 可以看出主教练郝伟 他是有这种要求 而且队员在场上这种执行能力 也还是比较强 而且你看现在我们球球之后 就力的反抢做得非常好 很好 刘家慧 好球 连续的配合 一旦我们把技术上的这种 能力展现出来 优势体现出来 超演队在面对我们的时候 他也有他的困难 金周篮 一个大球的转移 前方罗恩欣 我们的防线啊 现在是慢慢的退了回来 现在可能我们的球员 一些个人能力 包括他们的这种身体条件 他们的这种速度 可能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你整个这种足球的发展 发展方向 应该是让这个球尽量在地面 然后这种层层的推进 我觉得这个方向 无论是中国男足和中国女足 这届东亚杯赛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 一个直观的一个改变吧 这一点要逼上来 防的还是不错的 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当有一天我们踢球的女孩子 或者踢球男孩子更多的话 选台面更多的话 那可能在风陷上 我们有个速度更快 或身材更高的球员 充滞力更强的球员 这种情况下 当这个整体的这种水平 都在提升的话 个人能力都在提升情况 那可能中波队的水平 也会上一个档次 所以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的脚球防守的策略呢 还是区域防守 后点要注意 一定要动起来 发到了后点 第一下的是增云给顶了出来 尤家要有人过来接应 确实女同的姑娘们的赛场比赛的时候 喊起来之后 嗓子确实很尖 听得会很清楚 哎 这个球 恰能很好 赢上的防守 就一定要靠近 给对手以这种压力 即使拿住球的话 也不能轻易的这种转身 听到扑合 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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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外 我何 charities Type", ME14 man 胡萝卜罗 broken 六少女 这个位置上的丢手是比较危险 还是要注意一下转移 局部有机脚传递之后 另外一次肯定会有这种空档 要把对方吸引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名权你要站出来 把这球叫宅出来 速度确实明显比我们的防守队员跑得要快 朝鲜队打的相对来说比较直接 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速度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一直谈就是后防线 要相互呼应 然后有一个相互的这种弥补 因为你速度再快的话 这种空档 这种那一个空档 这时候如果你提前占据这个位置的话 他即使速度再快的话 也很难打痛 我们现在是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先做好 今天这场比赛结果之后 在同样的一块场地稍晚的时间 将进行的是本节东亚北女族的最后一场比赛 是韩国队和日本人的交代 那场比赛结果之后 本节东亚北女族的排名 才能最终的尘埃落定 因为三场中国女族比赛 我们也都转播了 我觉得真的是一场比一场打得要好 有的时候这种好 其实不是说靠比分体现出来 他是通过场上那种这种 队员那种努力 计战术的这种执行能力 这种对苏州的这种理解 这个球要踢上去 这一点不愿问 王菲 这也是郝伟这一次比赛 他所要想达到的一些目的 就是场面上或者是过程上 有没有这种比赛的内容 好球啊 楼佳慧 楼佳慧终起先把球能够控住 等等自己的队友 真是现在稍微贴得近一点 我们的球丢球真的比较频繁 所以现在身体上 或者是这种速度上没有优势情况下 那你要靠局部的这种优势 我们传接球的这种能力 来化解对方这种逼强 赶紧靠过来啊 这就朝鲜的自己也扣大 其实完全是一个多打少的局面 现在通过这次东亚杯的这个 领族的这几个球队 级战术能力 当然是日本队 要更高一球吧 在这种拼抢上 在这种速度上 体能上 这是朝鲜队的优势 还有一点就是 现在韩国女足呢 她是介乎于日本跟朝鲜之间 就是她的速度能力 拼抢能力也有 既战术意识也有一些 但是她还没有 都没有达到这两个球队的高度 中国队现在通过这场比赛 感觉到她是在一个上升 甚至是在一个进步的这种阶段 至少在那种 女足发展那种方向上 我觉得郝伟 还是找到这个方向 那么接下来就是 一方面需要这个 各省市或者各俱乐部 对女足 对女孩子这种重视 另外一点就是 还是那句话 多有踢球的女孩 注意看后防线 是一个考验 要统一 要统一 你看我们一直在退 在退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统一的 但是上去抢了这一下 马上就形成了一个 参差不齐的状态 而且在退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 三个人的位置 要靠近中路 靠近中路 这次防守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成功 让她把球分到边路 这个目的我们基本就达到了 因为朝鲜队 她的这种整体的这种 冲击力比较强 但是她在进攻当中 她这种战术意识 这个不是特别强 开着非常靠近球门 打在了衡量上 所以朝鲜队啊 她的定位球 演练的肯定是 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脚球的 这个进攻上 今天几个不同 落点的变化 都给这种队球门 带来非常大的威胁 就这一个进球 也是脚球进的 所以现在我一直在想 我看鲁尾踢球 我一直在想 中国队 多有几个鲁尾 该多好 对于鲁尾来讲 也非常不容易 在日本的领域 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他从离开国家队 到重新又回到国家队 就在中国里面 最困难的时候 需要他 需要他 真的是需要的 所以这样的球员 锦上添花 普遍都行 雪中送炭 又有几个人能行 所以律师 希望 像给这样的老队员 给他一个更好的 这种环境 推移之后的环境 让他也能安心的 为这个 中国女族 再多贡献几年 看中队这次进攻 老江破维 火海燕 这个球 当然可能我们 那个 说出的角度 不如边才看得清楚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马小旭 包括受伤下转的 周飞飞 朝鲜队现在 也能理解 他们的教练 包括场上队员 这种着急 因为一比零 中国队现在 是打得越来越好 所以朝鲜队现在 越来越 越来越不放心 越来越不踏实 好球啊 还在进去前 寻求配合 散得很开啊 好球啊 漂亮 这是楼家会 我们需要有 越来越多 这样的配合 因为刚才一看 进攻一拉开 五名队员 平行一站位 尤嘉这球 倒得也好 首先这个球 就是在尤嘉 他先发起的 他从球场的 这个右路 转移到左路 然后左路 王晨跟这个 边后卫有一个配合 边后卫套边之后 王晨又把球 转移到中路 通过这种过渡 所以这个 整个的线路 就是你一看 非常清晰 可能在电视机前的 球迷可能 对这个球可能感觉 因为它就是 局部的一个镜头 但是你在现场的话 你会感觉 这个配合很清晰 一个思路 我们现在慢慢迷雾 就是要在进攻 压到三十米区域 我们的传球要 有耐心 有针对性 而且要传得稳 对 就是队员现在感觉 这场比赛 比前几场比赛 打得更加自信 刚才让我们也见到了 受伤的李颖 但是他比我们 之前了解的这个受伤的情况 还稍微的更严重一些 因为认带是断了 选择的这种保守的治疗 从慢动作的配方 那个角度能看得很清晰 又是中场的配合 连续的配合 这个球浦北跟楼家慧 还是没有想到一起 扑北还是想传一个身后 这没关系 因为失误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该跑的时候 还是要跑 我可以看到就是队员在场上是 在主动寻求这种配合 主动是打这种连续的这种传递的这种配合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非常积极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18号韩鹏上场 换下了 游海燕 那这样的话 王晨现在要打到右边 王晨这场球这个位置可打了不少 从这个前锋到左边前位 现在要打到右边后位 他算是在现有的选材的基础之上 为数不多的一个全能型的人 真是全能 第一场比赛打过后腰 打了一场半多的前锋 现在要打边位 其实你说 豪伟多希望手里面多几个像王晨这样的队员 大家经常开玩笑 说这叫补锅将 但你想有的时候当补锅将 这不是人人都能干 他必须要具备一定能力 而且一支球队呢 必须要有一到两名这样的球员 因为有些在场上 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这个时候像这种多面手的话 就会起到非常大的队员 打到外围 朝鲜队在重新的组织 现在朝鲜队所有的队员都压过了半场 我们的后螃蟹啊 在加倍的时候一定要统一了 朝鲜队这几小球啊 穿得还挺有危险 位置卡得不错 把球捅出来 看看咱们女组姑娘们组织的反击 楼家把球交了出来 王晨 好球啊 主动的来接应啊 楼家慧 哎 转移的漂亮 但这个球啊 意识绝对是到了 也看到了 比赛呢 还有二十分钟 左右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就开赛一分 一分多钟一点啊 打进了这一个进去 好球 王立斯 还在往前带 还有机会 还有 跟到边路 没有约位 还蒙上来之后 一是体能充美 二是敢于展现自己啊 外围尝试打了远射 必须得有人上去 对崔美京的另一点 要限制啊 退到中线位置附近的 延缓了超级队的进攻速度 好球啊 至少先破坏出去 对 因为在场面 一直在叫自己的队员 上来上来 要逼上来 好球啊 漂亮 把速度冲起来 刘家慧 但超级队啊 回防的确实快啊 能感觉到 刘家慧刚才啊 有想尝试掉门的 这个意思在里面 但机会不是太好 这种球的话 就是队员年轻啊 如果这种球 即使没有这种 掉门的机会 但是你先不要把球 交给对手 先拿住球 对吧 然后等同伴上来 再寻找这种机会 但是你这种球 一带多的话 那可能一次 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没有 必须顶上来 要有中后卫先上顶 我们还是在造约位的时候 不够统一 传门前 第一点解围出来 王晨这队员的队员太圈难了 现在在边后位的位置上 这一点危险啊 一会儿比赛完了 一会儿比赛完了 就问问郝伟 王晨打门将 是不是也行 这种球 Mike 对方 哎 对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非常坏啊 这个动作确实是 在女孩子里边真是少见 这次非常非常选 但不得不说 还是刚才在中场的 这一个胳膊肘的动作 对 这是一次明显的犯规 你没有伤人的意图的话 你不可能把胳膊肘架起来 这种球啊 你要是 那么容易有这一个横梁 正在放着刚才这个球的慢动作的时候 朝铁队打出了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上边打出了横梁上 朝铁队现在他也在脱节 他的中场和后场 朝铁队他拼得很凶 有些时候上了一下 他真是敢上 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中国队的这个姑娘们 你低一点 一定要跟他去拼 同时要注意对手这种动作 还是送一个身后球 好球啊 小姐现在把球护住啊 压住中后位金南基 还有机会 韩鹏 敲回来 老江铺尾 送的都不错啊 现在是怎么转身面对球门的问题 好球啊 好球啊 哎呦 康熙了 嗯 这个想法非常好 很有耐心 而且这个传球啊 就是稍稍大的一点点 所以你说这样的构成的中国女卒 三场比赛打到最后一场 配合打成这样 已经是足够让我们惊喜 对啊 而且对手的实力很强啊 已经 外围打脸射 那现在呢 确实场上啊 呃 中部队比如像老江铺尾 体能啊 能明显感觉到 呃 下降的比较厉害 而且你想普韦这三场比赛 拼的都非常凶啊 呃 她是呃 她真是中场不可或缺的人物 现在对这只年轻的中国女卒来说 真的是不可或缺 人物 因为朝鲜类的实力呢 至少从本届的被弹的 实际比赛 实际比赛 踢起来的状态来看 绝对不在日本队的支持之下 啊 几次成功的进攻打出来之后 现在女子姑娘们也慢慢的越来越自信 还是要注意我们左边路的一个防守 打得很耐心 人贵心这有机会帮领量也上来了 中间楼家会尤家都已经包戳到位 打在了长线队防守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 三支球队呃 我们三个对手不同的风格呃 男族和女族其实是一样的 日本啊韩国啊朝鲜就是不同风格 所以面对不同风格不同对手的时候 哎中国队你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以什么样的战术 这也是很关键的 哎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三场 不仅延续下来了 嗯 而且有了很大的提高 对就一感觉是一场比一场 呃有提高有进步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需要更多的正式比赛的这种机会 尤其跟国外球队的比赛的机会 提高是非常快 可能大家看着就是三场比赛 但是对这些尤其很多年轻队员来讲 他胜过三个月甚至是半年的训练 我们要快速的退防 新云珠交给罗文新 注意防守 对 好守好守 出现漏洞不怕 但我们要清楚往哪补 跑到什么位置上 那你看这个球就是 我们前锋 尤其是前锋线的这种球员 这种最抗能力必须要加强 其实你说朝鲜女族 剃刀现在累不累 一样累 但是他们的这种优势 呃就是他们的这种体能 所以这一点上 呃如果一旦我们的技术不能控制他的体能的话 那他的优势可能就能显现出来了 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特点发回来 把球要传进去 这是我们的优势 球传起来之后就能很好的牵制对手 哎 这次李家月上的很及时 你看你一顶上来的话 他处理球也不好处理 那同时他一盲目传球的话 另外一个后人马上就能够跑上 差一点把这球切成了 差一点点 尹承美这一点 今天中国队啊防得不是很好 华文心必须得切住他 这球你看他让他回传的话 那我们的防守目的就达到了 不要再继续批击犯规 给了射门的机会 对于 大家憋码了 对于朝鲜来讲 像这样的中远距离的射门机会 他们一直在寻找 因为球队里面像在后腰的位置上 郑余力啊 包括刚上场的金招篮 他的远胜能力都非常强 对因为他体能优势比较明显 所以他会不断的那种速度啊 这种身后球啊 直传球来冲击你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后防线 或者我们的前面线 要打得更加聪明 这个球也真的是吓了我们一跳 因为朝鲜主帅金光明那儿 也看得不是很清楚 就看到球挂网了 我们必须得咬牙坚持住啊 朝鲜队到目前为止12条攻门 现在困难了一点 现在与我们的后腰啊 已经给后卫线提供不了太多的保护了 金招篮 金招篮 还是在意图穿我们的身后 金招篮 有身体能对抗 他移入中国队的防守队员之后呢 换上崔美晶 在前面 跟金招篮两个人这个配合 就是等身后突破这个击手 罗文西 右上来打了一脚 射门 最后射门的是金招篮 他是一个靠跑动和冲击力 在场上踢球的队员 比之前下场的孙恩珠 孙恩珠是一个控制型 靠头脑 他来转移球了 体能下降了确实 带来了一个技术动作的这种变形 停完球之后 明显感觉腿已经开始发软了 同样的一点 现在朝铁队进攻也在着急 他希望用最性价比高 简洁的方式来锁定胜局 现在只要朝铁队 在打进一个球 而且他们的主帅金光棉也塌上 你看这种球 朝铁队就是 他也是比较着急 这种球 要如果再处理的 更稳健一些的 分到边路 崁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小球8比2 这球是冲上门将了 王飞在 已经双手控制住 皮球的情况之下 上来之后 跟王飞有一个身体接触 这肯定是要被吹犯规的 再来看一下 万能做的回报 本身门前的 卢恩欣就在干扰着王飞 朝铁队最后的体能优势体现得很明显 咱们中国女座的姑娘们确实需要咬紧压关挺一点最后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 你看日本队从这个朝铁队背成最后他还能有一些优势 日本队就是他这种技术 可以控制住朝铁他这种冲击力 所以现在中国队你看在我们体能还不错的时候 能跑起来的时候 能传起来的时候 这个球我们是能控制在脚下的 但是体能的下降 动作可能就有点变形了 所以这个也是在体能 在整体的技术意识环节方面 我们都还有很大的这种要极道的空间 有点危险啊这个球 但是主得曼适应了一下这个球 看在眼里了看得很清楚 两人在倒地之后呢 有一点点那个身体在倒地之后的这种接触 吹了朝铁队的一个犯规 这个时候呢 残事体育场下起雨来了 确实因为在赛前 我看到场地里面这种焖热 天区预报也是预告今天会下雨 啊 啊 诶 这种危险 这个是 这个是危险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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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完全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做出的帅责 但是你看这个裁判,我觉得这次判罚还是有他的这个 看看裁判啊 呃,在 这次的这个这个突破的功能当中,我可以看到罗云星 双方其实都有拉转 罗云星上了之后,其实他也是在给当时的主打办的施加压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曼洞座的回报,如果这个球啊,说实话,增营要是不犯规的话 罗云星绝对是一个单刀球 给了一张黄牌 这个判罚是不为过的 所以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呃,有再好的想法,呃,或者再好一种战术设计 那你是需要这种技术的保障,呃,而技术这种保障,你又需要体能的这种支持 所以这几项真的是,就是缺一不可 没错,因为他,他确实需要一种融合 这个足球才是一个最综合的一个,一个一项型运动 原来我们 对吧,技术,意识,身体,心理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理,那关键时刻可能你也顶不住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的一项运动 技术,尤其是有战术,技术,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理论和实践,它也是需要相结合 技术,体能,都需要相结合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就比如说这次体验,我们的体能确实稍微弱一些 这跟之前女足姑娘们,在全运会这个比赛当中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但那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那这种战术,你看,如果战术的话,那你又需要技术的保障 如果像前锋线能拿入球,或者正常我们把球传递的更精准的话 那我们的这种配合,打的肯定也会更出惨 而关键时刻,在,你看刚才那种拼速度的时候,对吧 对方给我们拼速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要需要这种体能,需要这种速度的保障,最后阶段 因为在这种对方当中,你真是承不动了,真一点办法都没有 赛场开始下雨,而且现在变得比较凉爽 背后上来的这一下,李佳岳就放归了 不管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不管下一场比赛的结果如何,我们最终排名如何 我们要在这三场比赛里面对中国女族的整体的表现,给予极大的肯定 我喜欢这支中国女族,虽然她们现在处在一个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但是我想只要朝这条路,我坚定低地去发展 同时,还是那句话,呼吁更多的女孩子,来到足球场上 看看,比较危险,倒钩 因为我们并不否定,比如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在综合的能力上 比如跟日本,包括这支朝鲜队,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但我们只能肯定的地方 也绝对不能立即自己的表扬 对,我们是有不足,这个我们承认 但是永远不要失去对未来的这种希望 其实在赛前呢,同郝伟聊天也好,同这个受伤的李颖聊天也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中国女族的一些姑娘们,非常非常可爱,非常可爱 这场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商庭补食阶段 本场比赛最后要补食三分钟的时间 同时呢,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次东亚的女族的最终的排名要等 稍晚开球的韩国女族和日本女族的比赛结束之后 一二三四名最终才能尘埃落定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减少自己在后场的失误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减少自己在后场的失误 罗温馨和金招篮两个人没想到一起去 罗温馨的意思就是我去对角,我去拼这个球,你就往前跑 先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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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 今天李佳悦在中后场这个位置,往前顶着一下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最后十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啊 都是李嘉悦的向上冲上来 在压迫对方的进攻 这时我们照预备不够同意啊 罗文心 罗文心的体能啊 也已经下降的很厉害 罗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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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文心